卢州区公所荣获环保署105年营造友善城乡环境竞赛最高拔尖级 公所运用补助经费进行墙面的彩绘工程 希望宣导居家外围的洁净化 让自主维护居家环境的观念能够升值生活之中 为了配合环保署营造友善城乡环境计划居家外围洁净化的指标 卢州区公所进行17里20处的墙面彩绘 并且融入在地特色 希望整个卢州是环境非常美 也具有文化的特质的一个都位区 那我们做了调查 我们38个里里面有17个里 我们有20几个这个脏乱的这个外墙巷楼 我们来全面来彩绘 那彩绘的内容也是融入了我们地方的特色跟文化的内涵 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水岸的城市 白鹿丝 我们的崔崽面 我们的神将 还有我们观音文化 这样的一个内涵把它融入进来 所以让整个每个里 每个地方都有处处有亮点 以水南里来说 因为里内有一个被大家昵称为水果公园的人爱广场 因此彩绘的主题就以水果为主 抢眼又可爱的画风 吸引许多民众的注意 我们利用这个经济 我们做我们水南里 表现出我们水南公园 人爱公园的一个严肃 就是我们的柚子 我们的水果公园的一个特色 我们把整个墙面做一个彩绘 让我们看起来 人们就联想到 这是水南里的水果公园 大家看到也很亲切感 再来我们有一些植栽 我们把这个墙面彩绘 结合我们一些花圃的一个植栽 好看 更生动 更好看 每一个里面的经济吃 都有种感觉 有种亮点 大家有感觉很新鲜感 也觉得整个项统都整个冰水 所以效果很好 老旧斑驳的外墙 常常是被堆制垃圾的脏乱点 经过这一次的彩绘之后 不但让项道焕然一新 也让芦州处处有亮点 记者方健康林锦宇 芦州采访报导